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EA 今天要玩點烏托邦起源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一集主要的目的 就是來升級我們的家園 我自己私底下 農的素材已經非常多了 大家沒有看到右下角 我的包包現在是滿的 然後又顯示說太重了走不動 現在已經把所有 要從3級升到 4級升到7級的 素材全部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已經把 石頭先丟進去了啦 然後我們就 先來升級 升級完之後再講解一些事情吧 一鍵捐獻 來 家園升級 哇有沒有看到我以為那個 感覺有變大的感覺 那我們再一鍵 現在要升到5級了 哇現在又在變大 就是有跳動 我還沒有在跳動 大家應該就會看到 但我心氣在彈血 因為這些素材 真的蒐集了非常久 再升級 最後的7級了 今天就是要把它升到7級 點下去 好了 然後 哇這個地真的變得好大喔 後面直接這樣延伸出去了耶 我還可以直接這樣 哇 我覺得 外面變得好大喔 不錯不錯 我覺得這樣就是要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 我後來把外面這一側 就多加了一點陽台的部分 為了就是讓它比較可以 也不是說陽台 就多加了兩個房間 就是有一間可能是我的 然後另外一間可能是別人的 哇 你誰 用來我家 而且他們都有聖誕服飾耶 好羨慕喔 我在幹嘛一直到處砍人 好啦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上一集我就是 就是 抽到了 那個 獨角獸 然後升級之後 不是 不是有很多精靈魚嗎 因為獨角獸的 飼料包 有一個很重要的素材就是精靈魚 但是精靈魚 的耳 做了就很麻煩 因為你要 好像掉到大閘西還是什麼 然後 可是就像你 就是 弄掉了 掉耳 他的 就是 就是釣到精靈魚 精靈魚的 幾率只有一趴 所以其實 非常難得到 然後我身上 當時其實有 兩百多隻 精靈魚 然後 我在今天就是跟很多人交易 給大家看一下我去交易了什麼東西 我們先看我包包裡面的 我今天交易了就是 這個是 我自己做的 而且我覺得很感謝那個人 他還賣得滿便宜的 就是水晶稿跟斧頭的稿子 然後我跟他買了兩次 因為後來他說他有褲子跟頭盔 然後就是也是便宜的賣我 我大概就給大家看一下箱子裡面的那些圖子 還蠻多的 然後我就今天 我就做了水晶 我先做了水晶稿 然後我都沒有加什麼添加物 他就直接跳到了傳說機 我整個完全就是 給自己拍手 也感謝那個人賣的圖子給我 我真的 真的還不錯 但是 就是我覺得劍跟弓 比較就是比較貴 然後 我就不敢跟人家出價 因為我的精靈餘氣已經花到有點 所剩不多了 大概現在剩下80條 然後 這個是有加添加物 但是他只有14等級 但我覺得沒關係 有變成14等級的就不錯了 目前就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等級還不夠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我的衣服 那我們就進到房子這個裡面 那房子裡面呢 我把這裡的櫃子 全部改成這個了 把箱子全部改成這種櫃子 因為我那時候 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 這個木櫃跟木箱 它是 它的擺放數量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你放5個木櫃 跟放5個 加上5個木箱 它就等於是10件 所以你 必須就是全部統一 然後木櫃的 就是放的東西比較多 可以擺放到60個 所以我後來就 去慢慢農 木櫃的素材 才來到今天要升級家園 不然這太麻煩 就是因為在這木櫃的關係 應該是這個吧 對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很多水晶稿啊 然後還有三個頭盔 三個頭盔的部分 是因為我要給我 後來可能會新開一個分身 我已經有一個分身了 然後 所以我就多買了水晶稿 水晶服的圖紙 但是 衣褲的部分比較貴一點 但是今天那個人 賣的比 就給我比較便宜 就是它 就是兩個 加起來 綁定在一起是 就是 好像30吧 然後再加三組 欸 好像是45 還是40 我忘記了 反正它送的還蠻便宜的 反正我總共這樣 跟它加起來 買起來 才花了就是我 95條的那個 就是 精靈魚 所以你們可能會覺得就是 怎麼 你怎麼會這麼 敢花 可是因為我就是已經有了 獨角獸 所以對我來講 精靈魚可能 目前暫時來講 都來講 不是一個 那麼大 大量需求的東西 我現在能花的 就只有精靈魚 然後我後來還有去跟一個 一個玩家買 魔法熔爐 因為講到魔法熔爐 它的 就是附屬條件 建立 蓋它的條件 需要什麼 就是火附魔師 講到火附魔師 我就非常生氣 我還記得昨天 我在玩的時候 我就去 就是 就是有一個 炸彈樹下面 就是有一個寶箱 然後我就在那邊清拐 就有一個玩家 就在我附近徘徊 然後後來他就看到 我在打寶箱了 他就過來跟我搶 然後他就在那邊撿尾刀 後來寶箱變成他的 不是我的 我非常生氣 我真的氣到一個 有點想要 如果真的是 現在可以在遊戲裡面的話 我會直接拿刀 捅他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超級沒水準的玩法 欸 我就是要寶箱裡面有火附魔師 反正後來還好 就是因為 買了精靈魚之後 然後剛好看到 我今天早上就是剛好看到有一個玩家在賣 火附魔石跟魔法熔爐 我剛好就想說 我剛才直接就先買魔法熔爐 然後再跟他買精靈魚 不 買附魔石講錯 後來就是買到了 就是 跟他買了30個火附魔石 然後一個魔法熔爐 然後加起來 我記得好像才30條精靈魚 對我來講我覺得蠻划算的 因為 火附魔石也很難得到 因為現在玩家 現在的玩家真的很居多 所以你要去打水晶圖 真的是也很難打 而且你要看人家開部落去打 打移精才能 才能獲得那些圖子 而且如果玩家一多年 又不一定可以拿到那些圖子 那我今天想 我今天能幹嗎 我也不太曉得 因為我自己私底下 有啦我大概知道了 就是剩下的時間 我還是得要去繼續農我的素材 那像家園變得這麼大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耶 然後 對了 我的窗戶 二樓的窗戶還沒弄好 這裡還少一個窗戶 一個人把它升到七級 我覺得這裡真的還蠻感動的 就是一手之力 但是花的素材還蠻多的 那之後再想辦法升到八級 我要先把 裡面的地板全部都鋪起來 那二樓的話可能會有兩間 就是兩間房間 就這裡一間跟這裡一間 然後 三樓的話也有 那這裡的話也有一間房間 然後這個房間看是要給我還是給我的分身 然後我會繼續再往上 因為往上還有一間 這裡就還有一間房間 然後 它走進去這裡 就是跟下面一樣 就一模一樣的狀態 不要亂走 那到四樓的部分 五樓的話最後一層 我決定就是讓它變成那個 它會變成我的 我的瞭望塔 然後到第六層就是蓋屋頂的部分 所以我就是 在這個狀態會少了一層樓的概念 然後這裡的牆壁少了一點 等一下再弄 然後四樓就會有一個小陽台 然後陽台上面我會種樹 然後看要不要養狗在上面之類的 然後最後再跟大家講啊 我那個時候去抓水磁櫃的時候 其實中間有一段我剪掉 因為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而且我還講錯 我要的是血蜥蜜 不是火蜥蜜 所以我那個時候其實哪一段我剪掉 然後我要血蜥蜜的原因是因為它有 它是就是所謂的 輔助蟲 輔助蟲的意思就是 就是它需要看它的生命 就是它的三個資質條件一定就是要是平均的 那我這個血蜥蜜算是已經中上等級的 因為它最高就是2.8 然後攻擊資質是1.2 但是它現在在1.1 所以是不錯的 防禦資質在0.9也覺得是還OK 因為我總共已經抓了三次 我還跟別人買 然後可是它的 它買的那隻的生命資質比我這隻還低 我那時候想說它應該會比我高吧 因為我沒有問它說它的三個 它的三位多少 所以我那時候買來的時候 它的生命資質是2.6 但是它的攻擊跟防禦資質是平均的 就1.1跟1.0 所以其實是蠻OK的 算是一個中上等級的 就是一個 輔助蟲 那我到決定就把它那隻給我的分身 那它的這個 這個是在8米以內可以增加 就是家族成員生命的上限 這就是這個 輔助蟲的意思 那狼王呢 它就比較像是攻擊蟲了 狼跟狼王 還有一些 就是其他戰蟲 就是戰蟲分成三種部分 一個是攻擊蟲 然後肉盾蟲跟輔助蟲 我剛才講的是血蜥蜴 血蜥蜴就是輔助蟲的一個歸類 那狼王呢 還有什麼 我想一下狼王 然後再加什麼 好像豹王還是毒蟻龍吧 它們都比較屬於是 就是攻擊型的那種寵物 就是所謂的攻擊蟲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的 它們沒有防禦力 但它們攻擊力是偏高的 所以這個它們算是攻擊蟲 然後肉盾蟲像是水池蟲 它生命資質高 然後王資質也高 但是它的攻擊資質就偏低 所以你可以直接忽略它的攻擊 因為它可以幫你吸收敵人給的傷害 所以其實還蠻不錯的 而且它自己本身也有一個 算是BUFF的存在 所以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目前的話 我是推薦這三隻寵物啦 一個是輸出型 一個是坦克型 那另外一個就是輔助型 那我現在目前是在練我的血吸液 那坐騎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已經用課金的部分 所以我沒有辦法推薦你們好的坐騎有什麼 但如果你是要比較可以運輸的話 前期我覺得真的是奇牛 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今天真的就是 比較是一個例子在講話 因為我今天就是 上來把我的房子 就是家園 給它改造 也不是 沒有改造啦 就是升級 然後你看它的地基變得這麼大 走上去 自己的地 就是土地變大了 還蠻欣慰的 然後之後我的分身 兩個分身都會在裡面的話 就讓它們多收集那些泥土 然後我要讓它們多種 就是家裡 在家裡外面多種一些東西 像小麥啊 一些有的沒的 那我看一下它建築的面積有變大嗎 欸好 也有變大耶 難怪大家都會就是 來做城堡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房子這樣小小的就夠了 因為 我要的是實用性啦 我沒有 沒關係上面就是 普普就好了 而且這樣最高等級的家園 也只能蓋到七層樓 那你最後一層是要封頂 所以第七層是沒有用的 那你就只能蓋到六層樓的高度 那我這種房子就是四層樓的 就是內部空間 加一個五層 五層高的 瞭望塔 就是在那個旋轉樓梯最上層 那今天影片呢 也在這裡告一段落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我的動態 記得幫我按個訂閱 那到我第一次發布影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收到消息了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